继续来看的是众围美城的东西石路 是许多新设美城区民众通往191线道的主要道路 这长期以来路面过小又需要拖宽 刚好水利会在路旁要施设水利沟 公所就希望运用部分的土地来增加路宽 让交通顺畅又安全 虽然东西石路是普通的农路 不过却是很多地方民众常常出入了重要道路 也因为路面只有四米宽 常常汇车困难 只要有大型车辆经过 几乎占据整个路面 所以地方希望增加路面宽度 公所地方代表及水利会今天到场勘查 透过协调要利用路旁三米宽的水利地 除了两米十座水利沟 剩余一公尺作为路面 一旧一公尺这条管道 可以说是新生美生地区 民众出入的最方便的 连接一旧一算的最方便的道路 因为现在刚才水利会 要来做水利沟的这个施设 地方的民众一旦反应就是说 希望水利沟的地址有三米宽 水利会表示地方的反应需要变更设计 也会增加相关经费 所以会乘报上级 尽量符合当地的交通需求 伊兰西部记者张丽林采访报道 水利沟 水利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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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